接到救護案件 救護人車出動 每天出的任務不少 救護車年限一到就必須汰換 以近年才升格為六度的台南市來說 消防局有53個消防分隊 8個高級救護隊 共配置有61輛救護車 年限平均為5年 因此每年預計汰換12輛 只是每輛要價350萬到450萬元 不過不用擔心預算夠不夠的問題 因為 民間企業團體捐贈 而且很愛捐 台南市從112年7月到113年3月 已經簽約18輛新車 還有3到4輛也在洽談中 等於說已經滿到了明年 像是北區多半都是宮廟 要捐贈 東區則是大老闆或建商 安南區跟南科園區 大部分是企業或公司為代表 而這些工商業發達的一級戰區 要捐救護車的太多 多到還得排隊 而且至少要等個3到5年 這樣的狀況 不只台南 高雄也是差不多 目前有意願要捐贈我們高雄市 消防局救護車的公司團體或是個人 他們大概部分都是能以特別指定 受政分隊為主 以至於需要等待現有的救護車 不堪使用 我才能辦理這個泰灣作業 為什麼愛捐救護車有個公開的秘密 就是能抵稅怎麼抵呢 財稅專家指出 你所得一億元的商人因缴稅四千萬元 如果捐公益兩千萬元 總所得降為八千萬 變成缴稅三千兩百萬元 等於結稅八百萬元 而捐贈救護車除了能抵稅 還能把名字印在救護車上 冠名滿街跑宣傳扇刑 讓冷冰冰的稅金變成熱血救護車 也因此讓捐救護車 變成超搶手的心善事業 華視新聞劉漢生 邱俊平 林玉哲 台南高雄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ρχ的下星期視野 Peki吧 師傅